据报道 加拿大防长阿南德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称 中方军机拦截加方军机的行为十分不专业 令人关切 加方需确保加飞行员安全 加拿大军机只是在执行联合国对朝制裁决议任务 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加方有关言论 印了中国一句俗话 别人先告状 一个基本事实是 加拿大军机不远万里 飞到中国边上抵近滋扰 而不是中国军机飞到加拿大旁边 感受到威胁的应当是中国 而不是加拿大 加方声称 加军机是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决议 但安理会相关决议根本没有授权任何国家 在他国管辖海空域部署军力 开展监视活动 加军机行为完全是对主权国家的挑衅 加方声称中方军机拦截行为不专业 事实上 加军机多次持续接近中国领空 实施高评刺 大范围往返式抵近挑衅 加军机抵近区域 民航航线密集 严重扰乱民航飞行秩序 危害民航飞行安全 加方行为才是既不专业也不安全 即便如此 中方始终保持最大克制 安全专业地进行处理 避免了事态进一步恶化 我们敦促加方尊重客观事实 不要滥用中方的克制 立即停止散布虚假信息 立即停止任何以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为名 危害中国国家主权和安全的行为